提起冥王 罪魁祸首逃不掉东陵党 而提起东陵党 钱千亿又是一个典型中的典型 清军攻破城池 钱千亿的妻子柳如是劝他一起投河自尽 钱千亿一句水太冷 不能吓让他成为世人耻笑的对象 也成为东陵党误国的又一例证 在这里不探讨东陵党是否误国 我们只谈钱千亿本人 与他复杂且充满悲情色彩的一生 钱千亿的一生大大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即初是明朝 投降清朝 以及身在清盈心在明 一 投机的政客 吴涵先生在专门评价钱千亿的 社会贤达钱木斋 一文中说他 中年是热衷的政客 晚年是投青的汉奸 居乡时是土豪猎身 在朝是贪官污吏 一生翻翻覆覆没有立场 没有民族气节 除了想做官以外 从没有想到别的 钱千亿是一位投机的政客吗 当然是 先不论后来投靠清朝 即便是出世明朝时 钱千亿的所作所为 也极富争议 钱千亿是明朝末年文坛的领军人物 也是著名的史学家 钱千亿本可以专心修史 但他却数次卷入政治漩涡 天启元年 钱千亿因浙江科举舞弊案 受到牵连 遭到罚奉 天启四年 钱千亿作为东陵魁首 被魏忠贤为首的燕党排挤 最终被革职回乡 此后 钱千亿却又谄媚燕党 留下污名 崇祯元年 钱千亿复出 为了名利 钱千亿派出门人 阴谋阻止礼部尚书温体人 和礼部侍郎周延如入阁 与两人结下仇怨 崇祯元年 崇祯十年 为了与温体人斗争 钱千亿求救于司礼太监曹化纯 崇祯十四年 已经59岁的钱千亿 迎娶23岁的明济柳如氏 崇祯十七年 崇祯皇帝自役后 钱千亿暗中推举陆王朱长芳 事情失败后 他又上书给马世音歌功颂德 结果东陵党其余人 竟被马世音诛杀 唯有钱千亿不仅活命 还成为南明洪光朝廷的礼部尚书 这一番经历下来 很难说钱千亿是一位 正直有气节的官员 为了做官 为了明和力 钱千亿诬陷过同僚 谄媚过燕党 搞过阴谋诡计 玩过政治战队 这样的人 似乎连一位传统意义上 迂腐但有气节的东陵党人 都算不上 更何况 钱千亿还投靠了清朝 二 贪生怕死的汉奸 清顺至两年 清军兵临南京城下 钱千亿的妻子 柳如是劝他一起投水殉国 钱千亿没有说话 他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 说出了那句经典的话 水太冷 不能下 柳如是健壮 自己往水池里跳 钱千亿死命地拖住了他 没让他自尽 连一位妓女都比不上 世人如何能不嘲笑钱千亿 不仅没有自尽 钱千亿还打开城门 迎接清军 他站在磅礴大雨中 等候着清军统帅多夺 多夺入城后 下令替法 百姓们议论纷纷 很多文人也放言死也不提 钱千亿是文人中的领袖 本应该做一个表帅 结果他却率先剃头 为了留点面子 钱千亿还故意对着家人说头皮痒得厉害 然后出去剪了头发 留了辫子 与钱千亿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他的朋友 月祺杰和元淑 他们二人发誓不是清朝 并相继绝世而死 钱千亿没有这样做 他很快就出世清朝 成为礼部又是狼管秘书院士 开始编修 民史 三 反清复明的爱国者 从钱千亿的一系列做法来说 他实在是一位无耻的汉奸 一个人品极差的文人 一个贪生怕死的小人 可是 人的复杂性就在于 有时候两种面貌 可以出现在一个人身上 钱千亿就是这样 清军打过来时 他不敢自杀 可是当他投降清朝时 他又心细难鸣 宏光皇帝被俘时 满朝投降清朝的祥臣 都嬉笑讥讽 唯独钱千亿痛哭流涕 愧疚不已 顺至六年返回常熟后 钱千亿又暗中 与反清复明的势力联络 为他们提供支持和情报 郑成功等人北伐时 钱千亿欣喜若狂 富施束手 其中多有勾田结肉那勘鸾 杀尽劫奴才联手等诗句 很多人说 乾隆将钱千亿列入二臣传 是因为他没有气节 连敌人都看不起 实际上满清的皇帝厌恶钱千亿 在于钱千亿投降清朝以后 多次帮助反清复明的势力 为此 清朝还数次将钱千亿逮捕入狱 幸而有人求情 钱千亿才幸免于难 钱千亿可笑吗 当然可笑 他一生为了名和利 为了一条性命 搞阴谋诡计 还投靠了敌人 成为汉奸 最终却被清朝打入二臣传 他的书也被列为禁书 数十年努力禁毁 可是 世人又能有几人能够不惧生死 坚守气节 钱千亿所做的 实际上是一个普通臣子都会做的 作为普通人 他贪生怕死 敌人打过来后 不敢自杀 还出示清朝 成为汉奸 作为儒家文化熏陶下的文人 钱千亿又欣喜国家 暗中帮助反清复明 文人当中 当然有更好的表率 比如文天祥 比如陆秀夫 再比如钱千亿的两位朋友 可是 魏国殉难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做的 钱千亿一生 没有干过让人敬佩的事情 也没有做过天怒人怨的恶事 他贪生怕死 又保有良知 说他无耻可笑没错 叹他可悲可怜也对 这都是钱千亿 一位贪生怕死 又有点底线的文人